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加州的一位粉絲想要看這個 謝謝魷魚羹喔 那今天就到這個西門町來拍攝這間店 因為剛有詢問過老闆喔 他是謝絕訪問 所以我們今天就只有拍店面跟吃東西而已 那這是現在這個西門町的現況 就是這個非常非常多的遊客 現在西門町裡面也出現了 這個非常多的韓國的觀光客 看起來就是韓國人 那這間老店就是這樣 那菜單就是這樣 是一個很平時的價格 那我要那個沙茶有一根麵 然後青菜有什麼青菜 那空青菜一份 然後還要 比較長多人點是什麼 肉圓嗎 比較長多人點喔 肉圓有果啊 那肉圓好了 一個肉圓要等三分鐘啊 好 可以嗎 可以啊 好 那我現在跟那個麵先給你 喔好 肉圓煮好幫你送 喔好 這樣一百四 一百四 等一下喔 強菜可以嗎 可以啊 好 那就是先付錢 然後放到這個菜單上 好謝謝 好謝謝 這個先給我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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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謝謝謝謝 好那點餐區就是這樣啊 從這邊點餐付錢 然後再轉來這邊 好那調味區在這邊喔 就自己加 好用餐區大概就可以做 四五十個人 冷氣還蠻強的喔 不知道跟姊姊你當初吃的時候 一不一樣 好這邊牆上還有一隻老虎 好那這個 這個就是加州的朋友 你很想念的沙茶魷魚跟麵 應該跟當年是差不多的啦 好那從昨天到現在 已經隔了快一天的時間 沒有拍攝了喔 那就是 趕快拍攝給各位看 好那上面這一坨就是沙茶 裡面就有香菜還有豆芽菜 裡面就有香菜還有豆芽菜 好那我這幾天聲音會稍微 比較沙啞一點 因為我家裡 有點狀況了 所以就 那就不說明了 所以聲音有點用過度喔 所以就是比較沙啞 好那魷魚蠻大塊的 好那魷魚蠻大塊的 好不曉得跟姊姊姊當初吃的一不一樣 感覺就是那種普通的魷魚啦 就是用 就是發 那個叫什麼 乾魷魚泡出來的 然後湯頭就是那種很傳統的 台式羹湯的味道 很燙喔 但是很好吃 就是一個很傳統的風味 好湯頭就是有這個沙茶跟這個柴魚的香味喔 然後我覺得分數是90分 嗯 然後因為這個店家謝絕訪問阿 所以我只能自己一個人唱毒條戲阿 哈哈 就只能自己吃 告訴你們感覺是怎麼樣 好這是歷史非常非常幼酒的老店 然後麵條是油麵 然後還算是煮得有些Q彈 好謝謝 好好吃 好就是這個很傳統的風味喔 好好吃 沙茶茶醬的味道很濃郁喔 就是一個很台味的這個魷魚跟麵 好吃 好吃 好那個這個住美國的朋友 你什麼時候要回台灣阿 哈哈哈哈 好吃 然後魷魚塊蠻多塊的 蠻好吃的喔 然後這個充滿了香菜跟豆芽菜 還有一點紅蘿蔔絲 好那這個沙茶魷魚跟麵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是一個女生可以吃飽的份量 大致上就是這樣喔 好應該看得很清楚了喔 應該不會有什麼遺漏的了 好這樣 這個就是姊姊你非常想念的沙茶魷魚跟麵 好再來是這個看起來也很傳統的肉丸 有黑色的醬跟粉紅色的醬 然後吃吃看喔 這裏面的肉餡的肉看起來蠻瘦的 這裏面的肉餡的肉看起來蠻瘦的 這肉餡也很傳統的風味喔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筍絲 皮皮還蠻Q的喔 但是內餡這個筍絲好像有經過處理過 所以它有一個味道 好那我就不解釋那個處理是怎麼處理的喔 那皮很Q這樣 好皮很好吃很Q彈 好那內餡的筍絲就有 有一點這個這個 特殊的風味 其實它如果沒有筍絲的那個味道的話 這個肉餡還算蠻好吃的喔 皮很Q 然後肉 豬肉餡蠻瘦的 然後配上這個醬也蠻好吃的喔 只是那個筍絲的味道真的是味道太強了 然後那分數我覺得是 七十...七十六分 它直接筍絲跳開不要吃好了 好那...撇開筍絲其他部分都還蠻好吃的 很傳統的味道 好那最後是這個燙青菜 就是空氣在上面再膠了一點這個豬肉餡 嗯...還蠻好吃的 只要纖維不要太粗的話 然後不要燙太久 空氣菜都蠻好吃的喔 然後調味也不要調太重 然後湯青菜我覺得分數是九十分 還蠻好吃的 好那吃到這樣我就已經吃很飽了 原本我想要再多吃一間店 看來應該是沒有辦法啦 好那就... 因為今天休息喔 那早上還有點事情 然後所以耽擱到現在才拍片喔 那我還沒睡覺 所以聲音也會稍微有點 顯得比較沙啞 那就希望各位細細欣賞這一片啦 會喜歡看這一片 他們應該沒有名片吧 那內用的情形就是這樣子 還蠻傳統好吃的店 好那現在 店面 門口排隊滿滿都是客人 所以這個是人氣滿旺的 好那再轉一圈喔 現在這個西門町 應該講說台北啦 又開始下起了雨喔 那各位出門就要攜帶雨具 那各位出門就要攜帶雨具 然後他的地理位置就在這邊 那我店家的資訊地址在打在資訊欄 那各位以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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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